能不能少说两句 这不在找茬儿呢吗 找到茬儿不就安上了吗 找啥茬儿啊 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 烦了 哎呀你说说你 打小钱妈教育那话你都忘了 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 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 那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 你还给那强词多理的 找啥理由啊 妈 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风大个风啊 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 反正就不赖我 我没放好 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 也没人碰的 他也没打 你说你这孩子 就是你打碎的 你就承认得了 你可真气死我了 哎呀 行 我打碎的 我打碎的行了吧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再说了 现在不止我这样啊 就谁遇到这件事 他就得这样 不可能 你看 你还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你一会等我们家前车回来 你看看他 你试试他 他肯定也这样 二明烈 今天我跟你说啊 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 不管办啥事 应该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你知道不 他说不明白了 他说不明白了 沈顺峰 哎 顺峰 哎 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啊 你古董啊 妈妈妈 我听见顺峰和我小姨不回来了 你这么的 我试着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你这孩子试啥事啊 也是啦 听我听我说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呢 他肯定碰到后期了 眼神 慢点啊 你这身板 小衣服 快来快来快来 这 来来来快点快点 我看看 你讨啥好玩意儿 古董 哎呀快看看 先说好啊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啊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卫 无 我就差数了 卫数无 这不三国的吗 哎呦我的妈 小衣服 依我看这两个碗 一个老卫的 一个老吴的 成大米饭用的 没几年 你根本就不懂 还我还不懂 假的 哎呦我天呐 妈呀 呦呦这个好呀 西汉的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不是成西汉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还有落魂呢 小姨父啊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 管那个年代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你找谁鉴定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 哈哈哈哈 你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蛤蟆醒了 哎 妈啊 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你那个是假的 哎呀都是一家人 我还准备算健保栏目呢 你敢说 啊 关键是人家那碗事 太西汉了 咱那不行啊 咱那个远带的 啥远带的 啊 那个是我妈 他他他有一个元代的青花词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了 啊 对 那个我想起来 是有那么个玩的 呃 元代的青花词 啊 忘了放哪了 啊 哎呀 我想起来了 啊 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 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你跟这 哈哈哈哈 你干啥气呀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俩干啥去呀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啊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嗯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 我们也不惦记啊 哈哈哈 哎呀 那好 走走走 咱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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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 啊 我不动 哈哈哈哈 青花词 我也不懂 哈哈哈哈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我 你我装 很 哎 哎 哎 我 你干啥你 我去提醒你 来吧你 我先来吧 就 你等我 来来来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呢 我过不着 你这毛衣服 我 我 哎呀 呀 好 樓尔 哎呀 OK 沙发怎么翻了呢 蛮怪的 小姨子 刚才在那个小仓库 你看都看着 看见什么 对 看见了 这这么长一条 猴灵火线 你俩看着啥了 猫老鼠 猫老鼠 猫和老鼠 哈木与杰瑞 哎呀 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 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 我放了半年老鼠药 它也没人碰啊 哎呀 对了 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 哎呀 我的圆清花啊 怎么整打了 你俩谁打的 谁 妈 对不起 这个瓶子是 小姨父打的 陈清花 干什么 你变了 我谁 你大变 我没想到啊 你说谁呢 大 是我吗 啊 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 你拿下来的 天地良心啊 你拿我顾不着根本就 你顾不着 你你上次拿的时候你我我我根本就没动 你你咋子 小辣别说了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哎呀 啊 要说实话呢 大姐 是这样的 我吧 我想到你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 啊 没想到他喘进去了非要看这心话 你说我 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你才变了呢你 妈你别信她的 是我要打扫卫生 你先打扫二变 行了 我跟你说 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 妈你看我说啥这个 我说这玩意要碎了 她俩肯定互相推 谁也不承认 这回你信了吧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对不 考验我们俩呢 妈呀 妈你千万别生气 你这考验的 你这代价也太大了 这原情花啊 啥原情花啊 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那是我给餐市场地摊上 花二十块钱买的 我看挺好看的 买回来搁那餐桌上来 结果整打 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 要承认我还高点性 你说你俩这么的 我到心难受了我 妈呀 你吓我这一跳 啥呀 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太贵重 你这不是这怕你生气 所以才撒得慌吗 你行了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 保重身体 这玩什么破言情花 我以为是真的呢 我也以为是真的 咱俩待会还得修沙发 那行了你们玩吧 我回家了 会会回来了 等会小姨父 既然他们能考验咱 我出个主意 咱考验考验会会吧 考验什么会会 考验考验会会 他这个小孩 你这玩意小孩不懂事 万一弄不好 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胆来 没事啊 就考验考验嘛 小姨父小姨父 考验考验行 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你说啥呀 妹叔啊 我心思也考验考验孩子 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你咋也这么说呢 行 那待会儿 这孩子不懂事 他要是没过关 你可别生气 行吧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 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去找他 我把他放 放慢点 妈门在这儿呢 快快回来了 快快快进来 这是放学了 放学了 今天的作业多吗 还行啊 怎么了 有啥事吗 没啥事 但是 我今天 姑娘您也长大了 爸爸有些事 也不得不告诉你了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上学了 啊 我 他 他 也不要再上班了 他 也不用再做饭了 明白了吧 咱家发财了 你再发财 我也得上学呀 你爱上不上 但是我告诉你 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真的 原情话 价值年成 在哪里 在礼物 那小仓库里 千万别动 我跟你说 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 传家宝就没了 明白了吧 哎呀爸 你放心 你不让我动的东西 我肯定不动 我在这写作业 我不动不动啊 不动 这孩子没什么 没事 挺好的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 我也写不下去呀 不上你词写 啊 原代代 青花词 完了哦 这孩子上钩咯 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不可能 我有机关 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没事 要是人家会回家 可是就没动呢 她是我女儿 我能不了解她吗 她的好奇心比我大 362个 她要不碰 我管你叫小姨父 我还是你小姨父 小姨父 孩子 来 先放这儿 我看看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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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帮大姨打小小穿裤去来 都不是 是我把青花词打碎的 不行 我还得问一遍 我问你 这青花词 传家宝啊 是你打碎的吗 是 不是 是你打碎的吗 真是 不是 这是你打碎的吗 是 真是你打碎的 都跟你们说 真是我打碎的 我疏忍 慧慧 我的好孩子 你呀 真是诚实啊 咱们的传家宝找回来了 他们把东西打碎了 谁都不承认呢 孩子 只有你承认 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这 这青花词对了 怎么办啊 哎呀 哪有青花词啊 这是你大姨 在菜市场 那地摊二十块钱买的 那考验咱们的 对 你过关了 但是 记住咱家的传家宝 只有两个字 诚实 那我这诚实一下不要紧 以后啊 你你你 还得继续上班 我呢 还得继续上学 大姨还得继续做饭呢 哈哈哈哈 但是 咱们的传家宝 还在 我明白了 咱们家的传家宝啊 就是 诚实 对 做吧 这么好的 诚实 说